为了让弱势的学童在新的一年也能换上新鞋 花莲市市政委员谢云叶与已故的妹妹谢信玲 特别捐赠一批知名厂牌球鞋 关怀花莲市境内以及花莲中南部偏乡地区的学童 而市长魏佳燕也感谢两人的慷慨善举 特别颁发了感谢状 小朋友在新的一年拿到新鞋 每个人都好开心迫不及待的就想试穿看看 这是花莲市市政委员谢云叶与已故妹妹谢信玲 特别捐赠的一批知名厂牌球鞋 要用来关怀花莲市境内及花莲中南部偏乡地区的学童 总共将近有300人因此受惠 因为在北部就已经深受感觉 西部的资源太多了 我们东部的资源太少 然后我们的这个贫困的儿童也非常的多 但是因为资源太少了 所以说就是想把这个资源给分配回来我们的东部 让我们的这些偏乡儿童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照顾 然后而且在这个睡末寒冬过年的期间 如果说他们有一双新的鞋子穿 那种的雀跃的心情会非常的好 那我们也是希望他过个好年 然后过个快乐的暑假 那通常有些家庭为了省钱可能姐姐穿完换成妹妹穿 哥哥穿完换成弟弟穿 那也在睡末年中的时候非常谢谢 谢谢谢执行长 特别的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给这些孩子 那我们也特别在放假前夕 赶快把这些鞋子能够赠送到每一个孩子的手里面 真的也谢谢我们这么多有爱心的伙伴 那我们相信一爱变大爱 让更多人感受到满满的温暖 而市长卫家宴也特别颁发了感谢状 感谢两人的慷慨散举 那不只是市区 那一直到中南区我们都有做一个调查 那我想这些鞋子都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品牌 也希望说在新年之际 让孩子们有一个新的鞋子可以穿 那也真的非常感谢 那未来也希望说有更多的企业 或是好朋友能够来一起响应这样的一个捐赠 市长卫家宴除了鼓励更多三星人士及企业加入关怀弱势的行列 也期望这股爱心浪潮能够持续蔓延 让更多人能够感受社会的温暖 也让花莲成为一个有爱的城市 记者徐立琴华林市报道